一名17岁黑人少年去年被白人警察连开16枪射死的影片 近期曝光之后引发了众怒 民众因此连续几天展开了示威抗议 芝加哥市长伊曼纽今天宣布 由于警长麦卡锡在这起事件中处理不当 即日起被隔除职务 另外市长也表示 将成立一个新的警察问责专案小组 接手这起案件的调查工作 英国国会将在当地时间12月2号进行投票 以表决是否加入空袭IS在叙利亚境内据点的行动 数千名民众在投票前纷纷走上伦敦街头示威抗议 当中有人高举不要轰炸叙利亚的纸牌 表明反对政府参与空袭行动的立场 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当爸爸了 他的女儿在12月1号诞生 取名为Max 扎克伯格也选在这开心的时刻宣布 他将成立一个名为Change Jogba Initiative的慈善团体 把自己和妻子99% 价值大约450亿美元的脸书持股捐出 他承认将不惜把自己所拥有的 带给女儿和其他的小孩 期盼靠自己微博的力量 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